在今天白天 東北風減弱 溫度的形態來說 比昨天更舒適了 白天的溫度都有在27 28度 這明天可就要上班上科了 我們就來看看在2017年 這第一個禮拜 天氣狀況會是如何了 把這個禮拜分成三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第一個階段就在明天 明天的時候 東北季風從一大早 開始逐漸的要增強了 所以迎風面的北部地區 跟東半部地區會下雨 而且溫度形態來說會下降 但是這一波的 東北季風的強度並沒有很強 而且時間也只有一天的時間 到了禮拜三的時候 隨著東北風的減弱 溫度的狀況又回到舒適的天氣 可是要注意 日夜溫差相對的非常的明顯 還有在中南部平原空曠地區 清晨都容易會有霧的狀況 尤其在週四 週五 週六這三天 所以要提醒您 清晨出門行車要特別的小心了 而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隨著東北風再度增強 溫度的形態來說又再度下降 那週日下來的東北季風 可就比明天的東北風強度要更強 溫度的下降幅度來說 會變得更明顯了 但明天就要上班上課了 記得要北部東部要飄雨了 溫度要降了 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上我們先注意到 從這東海一直連升到 這華中地區這邊有一道淡淡的水攜帶 這裡就是一個微弱的封面系統了 北方的高壓系統 正在逐漸的往南移動 明天早上這封面雲帶 會從北部海面通過 帶進來的東北風 使得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溫度在明天會略為下降 但等到後天高氣壓就冬移了 溫度形態來說 禮拜三又回到一個 日夜溫差明顯的天氣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氣溫 18度17度在中部以北 南部在21度 但明天白天 北部跟東部因為雲層多 溫度也都已經略為下降了 外島地區的馬祖基門 是屬於多餘時勤的天氣 小丁林給您一個提醒 特別注意的在於說 清晨的時候有局部性的霧 在中南部行車的朋友要小心 還有明天進海風浪要增大了 海上作業的朋友要注意 12月28日起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